台中这个涌枪自重的枪炮饭 日前持枪朝龙井一间推拿管 连开了好几枪 而且还自称是已经过世的江湖老大 傲宾的少年版 好 看起来是很张扬 但是没有想到当警方查出了 他在彰化的大楼里面进行攻坚的时候 发现这位昔日的傲宾老大 竟然是吓到躲在厕所里 霹零小组鹤枪实弹前往彰化这处大楼 拿破坏器材强势破门攻坚 警方完全不敢大意 因为要捉拿的是25岁的黄姓枪炮犯 由于这名枪炮犯曾对外放话 表示自己火力强大 还说是过世的江湖老大哥 傲宾的接班人 宣称是少年傲宾 警方在房子内到处搜索 上楼再破楼中楼的房间门 正觉得奇怪 怎么不见踪影 想不到嫌犯竟躲在厕所内 从厕所揪出嫌犯 靠上手铐 起出改造手枪以及30多发子弹 黄姓嫌犯5月份时为了帮朋友出气 曾拿这把改造手枪 对一间推拿馆连开6枪 幸好无人受伤 但当时他的狠镜全没了 看到警方还吓得躲在厕所 他自己的行为有一点比较 这个这个嚣张一点 戏称自己是这个这个年轻的 的这个这个国民 嫌犯事后逃逸到张化女友的租屋处 女友藏匿通妻犯也连带遭到逮捕 一起移送法办 记得烂物中黄孟真 SNG小组台中报道